床垫的回收是一个重要但挑战性的任务 这些堆积如山的床垫,包含着大量可以重复利用的材料 然而,在进入回收利用之前,它们需要经过破碎和分选处理 透过我们先进的床垫破碎系统,这些床垫被彻底处理 分解成可回收的碎片,并有效分离出金属和其他异物 为后续的材料回收和再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首先,我们将床垫送入双轴破碎机 这台强力破碎机能够快速有效地将大型床垫撕裂成中小块状物 为后续的细化处理做好准备 接下来,这些中小块状的材料进入四轴破碎机 四轴破碎机进一步细化材料,将其粉碎成更小的碎片 在这个过程中,四轴破碎机可以有效地将弹簧钢和泡棉布料脱离 从而实现高效的分离处理 四轴破碎技术的精确处理,确保了床垫中不同材质之间的有效分离 大幅提高了回收材料的纯度和后续利用的效率 接着,材料经过磁选机,进一步分离出金属成分,如弹簧钢等 这个阶段确保最终的回收材料更纯净 材料随后进入机型分选机,进行进一步的分离处理 有效区分不同比重的材料,进一步提高回收效率 分选后的材料被收集到暂存桶中,确保整个处理过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经过分选的材料会进一步进入搅拌机进行混合 使材料的一致性更高,确保最终产品的质量 透过这套完整的床垫破碎系统,我们实现了高效、环保的床垫回收 这一系统不仅提高了回收效率,更为环境保护做出了贡献 选择我们,让回收变得更轻松,更高效